九十四 太陽報 亞美娛樂在澳終審 拜訴 2015年5月9日 港民A10澳門消息 澳門 終審法院 昨日裁定 向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等三間公司 輕眾 的亞美娛樂 拜訴 維持澳門中級 法院 的原判 同時確認美國聯邦 裁決 指亞美娛樂提出的 以失去時效 指艾德森道取商業機密 美國亞美娛樂公司去年七月入品美國聯邦 法院 指控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及其主席艾德森道取商業機密 沙常 五十億美元 約三百九十億港元 訴訟 指 亞美娛樂主席確認新增於2001年 與艾德森商討過一份協議 以協助金沙取得開發澳門賭場的合約 金沙其後卻與澳門銀河娛樂集團分享有關計劃及合作 亞美娛樂瑞入品 沙常 澳門 中審法院 認為亞美娛樂在美國提出的 訴訟 以獲 裁決 被裁定為不可 上訴 即 訴訟 的實體問題以 裁決 故博迴亞美娛樂向澳門 中縣提出的 上訴 理由 此外 亞美娛樂並無證明其公司行政管理機構的主要實際所在地設於澳門 所以不能享有 民事訴訟 法典中賦予澳門居民的特權 故他拒絕審查外地 法院 的 判決 推絕展